我好強啊 大象中路 到時候又有人說我在亂玩 我只能跟你說 講那些話的人 你知道為什麼你玩不起來嗎 因為你不是我 你知道我昨天 昨天 開播的時候 因為我在測試植物 那時候我忘記了 因為我待在家 然後我只有穿內褲 好險那時候是測試植物 挫捷 我玩中路 OK 欸不對 大象不是 大象一路 是的傳承 太小聲囉 是的傳承 各位準備開幹了各位 準備開幹 讓你知道什麼叫做 S 用大象打上SS牌的男人 在哪 玩大象中路鋪路點擊 哭啊 啊對不是我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我看了一個視頻有人教的 沒錯 好是Hansel 對對對 是Hansel 關我屁事 去 去吧 暈暈去吧 暈暈去吧 暈暈去 對很好 這樣去就對了 那邊行 哭啊 欸 沒來動我 耶 走過來 然後浪隊喔 停他 死 NICE 金馬獎 在這裡 得獎的是 Pyrate 最佳男主角 再演一次 再演一次 有沒有人 讓我吃讓我 啊 舒服 哇 邪狼 耶 走過路過 不要錯過 來逗劫狼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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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他們 來 隊友演個戲 來來來來來 他完全沒轍耶 他完全沒轍 他開大我就直接解了 哇 喔好強啊!大象中路 完蛋了 到時候又有人要 又有人說我在亂玩 我只能跟你說 講那些話的人 你知道為什麼你玩不起來嗎? 因為你不是我 這樣好像太囂張了 因為你不是我 因為你不是我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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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喔 對喔無親 喔喔喔喔喔喔 哇這個媽 喔 什麼字都沒 我要撐了 哈哈哈哈 你們都 你們都記得我剛剛能吸我的內幕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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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想要吃藍欸 他會給我嗎 我覺得不會 但是這個藍可以給我吧 但是這個藍可以給我吧 不啊 直接吃掉 無情 沒事啊 他的魔也沒有 給你吃可以 給你吃我願意 唉唷 哇他們換路咧 沒有他們沒有換路 他們全部上來 完了不太好 嘖 哇全家死光光 走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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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好你換一個 哇怎麼出事了咧 我跟那個 甲蟲跳恰恰的時候 結果 哇 往上看 隊友們 怎麼沒了 但是我會幫你們報仇的隊友 來來來來來 兵杖快出了 兵杖快出了 等一下對我更不急 別怕別怕 我是 我是孟馬像啊 我在這啊 撞到 撞到 哇他們追一隻大象欸 一直追 難受 喔喔喔喔喔喔 可以可以 拍一個 拍 漂亮 懂你的 再一個一技能 普攻 一技能 NICE! 我就知道我們走一起固然空 超級無情 我就在裡面一直跳舞就好了 然後隊友有強控 然後直銷魚蘭花的也一直在裡面跳舞 兩個一起跳舞 你去推衝 你去推衝 對對對 他來找我 他找我沒有用 你去推衝 很好 想法很好 來 那就中他掉了 殺他! 丟他! 我走! 夠起來 招不狼 夠起來 招不狼 Go! 水 GG 他們一拍到我就直接開啟爪開啟爪 選手賽前的內心激盪怕特兔 選得非常的穩 感覺心態非常的好 一樣 偷摸一下自己的屁股 洗洗 一樣在想今天晚上要吃什麼 把他剛 鋪了黃豆 先吃白骨飯好了 然後 Erik也看一下菜單 嗯 我看一下菜單 很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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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研究VP啊 哭啊 哈囉各位 今天呢我去看了那個DC最新的影片 小丑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 看完之後的心得 我想了一整天 然後我想說 既然要講心得的話 還是要跟大家 警告一下 因為講心得一定會不小心透露出 可能劇情的走向怎麼樣的 那如果各位你不想被 劇透的話 你趕快按下暫停 OK 因為我 我自己是絕對不會劇透 你說裡面到底演了什麼 但是我會 因為我講心得 畢竟一定會不小心 讓你知道說 OK 這個劇情走向大概 可能是 大概會走 走向怎麼樣 所以我希望 如果你不想被雷的話 先按下暫停 那等你看完之後 再來 聽這一段也可以 OK 那如果各位 你們還沒有按下暫停的話 我就321 開始講囉 321 OK 在還沒有看這部影片電影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聽別人說 這部影片是非常悲傷很難過的一個劇情片 那我看完之後也是如此 很難過 應該不是說到難過 不是說那種想哭的那種感覺 而是心裡有一種 沉沉的那種感覺 有一種黑黑又沉沉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就是感覺很沉 OK 就是完全不想要講話的那種感覺 看完之後 那看完之後呢 嗯 我知道現在在網路上 有很多 兩派人馬 在講說 OK 這是 看完這部影片之後 的那些 價值觀啊 什麼一大堆的東西 喔大家 兩派人馬就在網路上 開始爭吵起來 那我今天想要講講 我自己的看法 對 小丑過得很苦 對 很難過 喔 他的人生非常非常的糟 那也 因為這樣子 過了非常不好的那一天之後 他 才造就了後面他變成小丑 對不對 才會變得那麼瘋狂 但是我自己看完小丑之後 我反而去 我反而 是去 覺得說我要去反思 小丑的這些 要怎麼講 選擇 應該是說選擇 我覺得 我那時候看完之後呢 我就想了一整天 我想到兩個東西 一個是小丑 一個是蝙蝠俠 以生活背景來說 對 小丑 家庭背景很慘 那蝙蝠俠也是一樣 家庭背景很慘 可是怎麼樣呢 小丑 沒有像 蝙蝠俠一樣那麼的有錢 但是呢 小丑選擇走向最黑的那一條路 他選擇了 變成一個小丑 Bruce Wayne也就是蝙蝠俠 他去選擇了 變成蝙蝠俠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蝙蝠俠他原本可以選擇說 OK我家裡 反正 父母雙親死掉了嘛 對造成了他的陰影 那他可能就因為這個陰影 他家裡又留下了一大堆龐大的陰產 他可以開始 他照理來說 他就可以花天酒地嘛 開始放棄人生啊 每天都過得很 一一花花 亂七八糟的 但是他卻沒有 他反而 去做了一件另外一個選擇 怎麼樣 他想要變成蝙蝠俠 他變成正義的一方 他開始利用他的那些遺產 資產去資助其他人 然後去 把他的那些蝙蝠俠 那些軍事武力啊 把建構起來 然後甚至 因為蝙蝠俠這個身份不能 就是 讓大家知道 他還在那裡 就是演說 他在 表面上 好像就是別人想像中的他一樣 就是一個花花公子 但是他其實並不是 他只是演出來的 你知道那種東西有多難嗎 在他今天是一個超級無敵有錢人 然後 他竟然 他從小的那個 父母雙親在你面前 直接被人家射掉了 直接死了 在他那麼小的時候 一定是一個陰影 結果他竟然選擇了一個正義的那條路 他反而不想選擇走向小丑的那條路 他是可以走向小丑那條路的 但是他不要 因為他們兩個的小丑跟 編武俠的價值觀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今天 看完這部影片之後 我就告訴了自己 小丑這部影片 編劇應該是想要告訴我們 要開始反思這個人生 對 別人都會嘲笑你 哪一個人不是被嘲笑 我記得我看完這部影片的時候 我跟 海牛 聊了一下 人生有多苦 好苦 你過得苦嗎 我也過得很苦 我們都是一樣白收起家的 我們沒有含著金湯池長大 我們每天 哇每天生活都在懷疑人生說 會不會到哪一天 我突然就不紅了 而且尤其是在剛打造起這個頻道的時候 我半年 你能夠 你知道嗎 在那半年裡面 我們的 我們是過得非常非常慘的 根本就沒有人知道我們到底是誰 然後 甚至是就算你做起來之後 對 你會被人家做比較 會被人家嘲笑 比賽打得不好 人家就嘲笑你 沒有拿到冠軍 OK 人家也是嘲笑你 每天罵你是什麼廢物啊 什麼挖勾的 一大堆 罵了亂七八糟 我們依然過得很苦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讓自己沉淪掉 因為 我覺得啦 我跟海牛聊天的過程中 我覺得我們兩個想法一模一樣 我們都是選擇蝙蝠俠人那條路 OK你們嘲笑我 OK你們你們批判我 讓你們批判 你們講吧 隨便你 因為我自己心裡有一個道德的一把尺 我有一個我自己的價值觀 我知道我自己在幹嘛 所以不管今天我生活過的多苦 你們不停的OK 嘲笑 言語 把我甚至變成一個玩笑在那裡講 但是我們並不放在眼裡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自己想要做的 我們自己的目標 到底在哪裡 而絕對不要讓自己 變成了一個沉淪的 變成一個 就是 被人生這種應該變 而變成一個非常沉淪的人 你知道嗎 在以上呢 就是我自己看完 小丑之後的一些新的感想 那如果各位有什麼想法 也可以跟我在這個YouTube下方 分享給我知道 然後記得 你喜歡我的頻道 可以訂閱按讚 我們下期見囉 掰